男人拿起一块金牌直接打向锅里 但锅里是中国制造根本砸不碎 紧接着他又拿起一块奖背 身体以720度旋转用力甩出去 只听见框档一声 锅里被砸得稀碎 后面的一株都看呆了 男人随即拿出一根安全绳绑在腰上 另一边固定在柱子上 准备从百米高楼的窗户跳出去 这时他的爸爸追了过来 叫他赶紧停下 眼看一家人都出来阻止 他一狠心挣脱父亲就向窗外飞奔出去 男人一个百米跨栏 荒荡一声撞在对面的护栏上 突然手回来了 就在要掉下去的时候 幸好及时抓住了护栏 父母来不及考虑 抓住绳子就想把他拉回去 男人被吓得一身冷汗 一猪见状赶紧让他们松手 他们慢慢地松开绳子 男人这才平息了一口气 接着他伸出右手 使出全身的力气终于爬了上去 但更难的挑战还在后面 只见一猪给他丢了一个袋子 接过来一看是钩索和粉笔 男人顿时明白了 将里面的粉笔放在袋子里 扔在地上狠狠地踩 然后捡起袋子 牢牢系在腰间 最后 男人将绳子固定在一个铁环上 然后抄起铁棍 大喊一声 心里又见射一番 朝更高的大楼跳了过去 即使有铁棍作为反抗 但却没起什么作用 差点被甩飞了出去 幸好及时抓住了一个石柱 惊险地操作下的他一身冷汗 看着脚下弥漫的毒 说什么都没有用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爬 男人一咬牙 开始手脚并用地往上攀爬 很快就爬到了石柱的底 然后他将绳子拴在石柱上 抱着凸起的大石块 右脚一蹬 一个跨步来到大楼的右里 依靠双手的力量 在高楼外延慢慢攀爬 下面的家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 生怕他一个没抓住 就从上面掉下来 随后男人将绳子固定在柱子上 抓了把粉笔灰 脚压一蹬 又在浮雕上开始徒手攀爬 就这攀岩的技术 不是一般运动员能挑战的 因为别的攀岩运动员 都是绳子从上面掉的 而他现在却没有这个条件 只能靠实力一点一点往上攀爬 他想借助登座的力量爬上去 可登座却不给力 轻轻一碰就掉了下来 此路不通走笔路 男人只能攀爬危险的右边 可始料不及的是绳子已经到达极限 他几番尝试无辜 只能解开绳子 没有任何保护徒手攀爬 可想而知 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 终于顶着压力爬到了最后的世界上 挡在前面的是一个巨大难关 尸头雕像 只见男人有序的呼吸 脚用力一蹬 抓住了尸头的牙齿 就在他蓄力想向上爬时 尸头的牙齿却不争气地掉了下 导致男人差点就摔下去了 随后他把他摔下来 抱住狮子的鼻子 腿蜷缩在狮子的牙齿上 使出吃奶的力气终于爬了上去 男人躺在天台上缓了一口气 还来不及休息 急忙跑过去打开天台门 一家人终于从里面逃了出来 但即使在百米高楼的天台上 也撑不了多久 因为楼下的毒气还在快速上升 用不了多久就会将这里覆盖 原来就在几个小时前 一辆装满毒气的灌车驶入城市中心 只见这个男人戴着面罩打开气发门 毒气瞬间喷涌而出 并快速地向城市四周散去 有的人看见这雾气觉得很兴起 还不忘拍照留念 餐厅里的人看着外面跑路的人 正感到疑惑的时候 突然一个男人跑了进来 像得了癫痫一样倒在地上不停地抽搐 随后口吐白沫 昏死了过去 而这边一群人像疯子一样 敲打便利店的门 可里面的人却铁石心肠把门反锁 任他们如何敲打也不管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毒死在自己的面前 纵观全城 毒物弥漫了整个区域 中毒的人纷纷倒地不起 男人看到这漫天的毒 急忙让家人都往屋顶上跑 可大家好不容易从楼梯爬上来 却发现楼顶的门被锁了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影 现在一大家人终于跑到了天台 看到家人的关心和易珠的担心 男人感觉这一切都太值了 与此同时救援队接到通知后 立即实施救援工作 这是一架直升飞机刚好录 可尽管他们怎么呼喊 直升机都不可能发现他们渺小的群体 易珠集中生智 赶忙让他们把手电筒举过头 拍打出求救信号 结果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飞机依然没有发现他们 随后易珠在控制室有节奏的控制顶楼奔排 黄天不复有心人 救援飞机终于发现了他们 随着救生员把吊篮放下 大家也争先恐后地走进去 可造化弄人的事 由于吊篮太小根本装不下所有人 当易珠跑过来时 救援队告诉他吊篮已经抄载 如果抄载的话绳子可能就会断掉 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 只能让易珠一个人在这里等下一次救援 都说经过生死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心 男人把机会让给了易珠 让他先跟着离开 可易珠却挣脱了男人的手 看到他坚决的眼神 男人不顾家人的反对舍命陪君子 和易珠留下来同生共死 好一对苦命的鸳鸯 好在没过多久又来了一架直升飞机 俩人兴奋得又蹦又跳 心想终于不用死了 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直升飞机朝着更多的幸存者的大楼飞去 意识到飞机会选择人多的地方救援 看着毒气正在上升 再这样下去只能等死 现在只有自己就自己才可以活命 男人飞快地跑到楼下开始收集装备 绳子 矿泉水 几乎能用到的都装进包里 易珠也找到了一些防护装备 两人穿着防护装备在楼顶狂奔 他们想跑到更高的楼层上面 可好不容易爬到楼顶 打开天台大门 男人发现毒物已经上升到天台 果断把最后一个面罩换到自己身上 抛下女友自己一个人跑了 易珠对男人失望极了 看来关键时刻只能靠自己 看着毒物还在快速上升 他只能爬到更高的天台毒物 在求生欲的驱使下 他又爬上了一个小天台顶层 就在他停不下嘴的时候 男人从楼梯爬了上来 听见声音回头一看 才知道原来男人冒着生命危险 跑到楼下给他找面罩 换上面罩之后 两个人跑到了一个健身房 结果打开窗户一看 毒物已经蔓延到了脚下 随后男人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爬到对面的楼顶 但是距离有点远 于是他们将绳子一端拴在哑铃上 男人将两个哑铃扔到对面的天台 用手抓住女人的安全手 让她先爬过去 女人把绳子绑在身上 准备爬到对面的楼顶 可她刚爬到一半 绳子另一头的哑铃突然飞了 快回去 你在那 了 可你要吃 他 很心想 好在有惊无险 凭借着两人的默契 毕珠终于爬到对面的天台 男人紧接着也爬上了绳子 倒霉的是爬到一半 楼下的油烟机很给力快速地吸收毒 从楼顶的烟囱排了出来 毕珠看到后大吃一惊 赶忙呼喊男人快点过来 眼看毒气就要将一珠淹没 他赶紧让一珠先走 很快男人就消失在毒雾里 一珠看到毒雾近在眼前下意识地想跑 结果发现安全绳还挂在身上 他摸着钩索陷入了纠结 在进退两难的时候 毒雾中腾空出现一个哑铃 一直地落在他脚下 男人也全副武装爬了过来 随后俩人来到顶楼 男人拨打了求救电话 然后把假人放到了一起 给人营造一种有很多人的感觉 随后一珠闻声和男人来到天台边 看到一群学生被困在楼里 意料之中飞机果然被他们的假象迷捉 但是俩人于心不忍 思考一番又把机会让给了孩子们 他们用手指对面的楼槽 但直升机根本不理解他们的意思 他们只好用身后的假人 在楼顶上摆成了一个箭头 救援队这才明白怎么回事 孩子们也因此获救了 就在这个时候加油站二次爆炸 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 把毒气急速向外推 一珠看着远处的摩天大楼做了决定 俩人在楼顶飞快地奔跑 历经艰难险阻 终于爬到了楼顶上 但眼前却是一道无法逾越的横钩 除非有超能力 要不然根本不肯不过急 就在两个人伤心欲绝的时候 两架无人机来到了他们面前 原来是男人的爸爸 租下记者的无人机 随后新闻上 救援小队 各种直播平台 以及网红直播都播放 这场生与死的逃亡 所有的人都被俩人 不服死的精神振奋的 屏幕前的人也都在为他们加油打气 一会功夫更多的无人机出现了 他们操控无人机 帮俩人吹开毒 这时男人灵机一动 拿着粉笔在地上画了一张简易 无人机点头明白了 将绑好的绳索 挂在对面大楼的管道上 看到无人机向他们点头 男人用尽浑身解数 将绳子两头绷紧 系好绳子之后 俩人互相看了一眼 我们完顿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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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顿去吧 完顿 可好巧不巧的是滑到一半停止了 原来是管道一头的绳子开始松动 就在绳子要掉下去的时候 一株双腿夹住了男人 在背包里找出了钳子 然后捡了下去 正在用无人机看直播的父亲看到这一 魂都差点吓飞了 俩人本以为绳子断裂的惯例 能将他们甩到另一头 可就在马上要到达对面的时候 绳子却突然脱落了 俩人笔直地消失在毒气中不知生死 所有的画面都停留在这让人心痛的一刻 而另一边的救援队因毒气挡住时 难以确定俩人的具体位置 就当直升机打算撤离的时候 救援人员发现灯塔上有亮光 原来是一株和男人这对苦命的鸳鸯 俩人迅速爬到塔顶 用烟花点燃了活下去的希望 他们也终于获救了 更意外的是等所有人都获救时 天空突然下起了雨 把毒气都消散了